嗨 大家好 今天我会分享三样东西 还是一样和 纸权指示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首先是会跟你讲 一个关于Excel Trick的 它的就是Excel的敲门 所以我们会用 那个Pay Special的技巧 来拿我们需要的那些 数据 然后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技术图 这个就是纯粹是技术图那边 调整的是免费的 然后可以调整它颜色 这个我刚刚发现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 要分享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理解的层次 也就是还有学习的层次 总共有八个层次 很可惜的我早来早去上网 好像是没有应该是在书那边 又应该没有什么人分享出来 或许这个蛮难理解一下的 找英文的相关的还好 我还没有到八个 这个极度 极数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 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就拿这个 比如说这些数据 开始的时候我们去 Google search的时候 Codeoil的时候 History data的时候 我们就来说 Investing.com也是免费很好的 一个website来的 那么来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如果要拿2000年 10月开始到 09年 之前至少拿了 就是12月2009年 OK 这样就大概等10年的数据的话 那么我在这里的时候 开始是跌跌的 我不要卡 你他先 我在这边start的时候 是 这是1月 记得 1月 所以10月 然后我就换去2000年 你可以看到他这里会出正确的东西的 那么接下来这里我要改的 刚才是12月 对吗 12月1号 然后这里是2009年 2009年在 这三确定一下 从这边来看的话 是 对12月 OK 然后这边我 不应该放 11 应该放31 哎 他没有 有事他这边 啊 种子 看来他是 不会出来 当你按的时候 这里是按错的话 你看这里是 apply是没有出来的 看来这里有一点 他的他的setting那边是 正确来讲 这里是 啊 12月 那么这里就是 1月的话 嗯 我不要1月 1号 10 不好意思 这里是10月 啊 6月 跟年 按对的情况之下 他才出 如果你这里放0的话 也是可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我这里按OK 还是一出这个 那么在这里 哎呀 这里啊 就从头啊 reset过了 不用紧 我这里要的是 12月2009年 OK 那么apply的时候 就等一下先 他就出一大堆这里这么多的数据 那么这数据我现在要的是 只是1月罢了 又在等他 OK 这里你看他是从2009先排起来 不用紧 我照炒 拿下来 拿过龙了 拿到这里OK 那巴仙不大重要了 OK 在这边的时候是 我在这里开一个新的 Excel去 然后在这个情况我就 呃 paste了啊 然后这边我要调整一下 因为我不要他的formatting那边 所以这个border这些我会拿掉 OK 然后接下来lumber那边啊 这里不用管他先 OK 然后按这里因为我minimize他了 这里我再 uncheck掉哈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要 我要哈正常的颜色 我就有放来黑色 在这里 是他是有高到底的 是 那么我可以这样按 然后看这个啊 sorting这边 a to z 所以 expand the selection 他就automatic把我们调节 然后确定是是对还是错的话 我们只拿一个大概这个来 OK 来确定一下 9月 呃 09年12月 那么在这边看一下 7936 OK 7735 80 68.59 OK 对了完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是 没有更改到 所以在这边 我要需要改一些东西就是 OK OK 在这边我只需要 放他为两位数 然后放这个 OK 两个啊 那个 那个 Decimal Prime OK 然后按OK 所以他调整好了 这两个我可以拿掉他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是 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些很神秘的东西 就是很喜欢人很多人做就是 Ctrl C 在这边我们paste special的时候 你注意看下 spaste special这边有一个check的叫transpose transpose transpose的时候ok 一按的时候 那么他就变成这样了 在这个data这个数据呢 我要的就是 我再insert进去啊 这里 他是跟着这个 price啊就是close来的 OK close open 应该这个是high 这个是low OK 在这里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对啊 这是close open high low OK 在跟着这里数据来讲 是high low open close 那么我要复合这个的时候 在这里你就看到他的奥秘了 OK 在这边 我当然也是要检查一些东西 就是啊 比如说他的有时还重复了 他的数据那边有时还会再重复 这里要检查一下 要花一些时间看一下 对不对 他有时还要出两个数据呢 这个就啊 错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好 嗯 我们自己看到是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边 再看一下06年 这里只是不多几分钟 只是我来检查 那么我就可以拿完整十年的数据 一下子排成我要的那个format了 那么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只要他有那个啊 就是排要好美美的 就好像这种有那些啊 波的就是好像 excel 格子 样的是有区分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做啊 用这个来整理 这个就是 excel 我们来整理数据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做基本分析那方面的东西也是蛮好的 因为到头来我们需要啊 做一样东西就是 ok 在这里看到是没有问题 那就是我们要做到最后的东西就是好像是写图 这个图就是要这些数据我们来看一下高低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 那个公司是啊 还好还是错不好 当然这个这个只是 为什么我拿这个是拿来比较一些公司 来计算他的那些数据的用处 就好像这里刚才我刚才讲了是在close 那么它开始说它是在第三 第十最后个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可以这样cut 或者是我直接移立下去这边 然后在这边 再同样的再移立下去 在这里 按 shift n 按下 然后再shift n 再按过去 然后我就ctrl c 记得是ctrl c 不是ctrl v 也不是cut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ok 我在这里 我就直接paste过去 so下面那些是 啊 方程式来的 他已经是算是 ok 那刚刚好没有 overlap 掉 那么这个是很完美 在这里 我已经是 除100 因为 这个 啊 如果太大的话 我们这里看不到 所以帮他 这里全部要除100 所以那边有放100了 你看到是除100 那么在这里 应该是少了 哦 对少了一两个 因为啊 我为了做这个的时候是 那么我隐藏了他 如果我放出来的时候 unhide 那么这里就会出 出了两条线 看到吗 ok so这个 如果隐藏的话 那么这两个 剩下这两个的话 我也是用大概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整理好了 开始的时候 我 还没有发觉到这个方法 之后 发觉到我蛮好用一下 这样的 一个整理数据的 就是 把它们变成我需要的 然后 我在这里 除这个 放一些方程式 拿他的那个 平均值就是 最高最低 加起来拿除2 就拿他的平均值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来研究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下 对比 过往的石油 那些 政府油价 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放进去 好像 大选的因素 那边可以放下去 有 Election 那边就写一个1 如果没有Election 就放0 好像这些之类 或者是放个1 那些是东马大选 或者是 西马这些大选之类的 或者是美国大选要放1 2 3 4 5 这些亏分 然后这些是 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的 或者是 放 可以放是0.5 开始 1 1.52 2.53 这样之类的 然后这里是条线 就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这些联合起来 看下 这个对股市那边 会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西油那边的走势 之类的 会有什么影响啊 这样的情况之下 的确是蛮方便的 所以 基本分析 最好是要熟悉 用这个 不熟悉的话 也是不大好 还有一些人 你看我这里 这里是有方程式的 如果他是 没有东西的话 是他会 空白的 这个方程式 我给你一样看 也是不用 因为这个 已经是讲解了 一次两次一样 就是用if跟all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 OK OK 接下来 我们看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看技术图 技术图方面 OK 我还是 在这边看一下 在这边技术图方面 这里我已经做好了 比如说我要看的话 就看 最简单的 就是看myg myg方面 你可以看在这边 一打的时候 他就出来了 这里 Kuala Lumpur OK 这里是equity Kuala Lumpur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股市 就是要打完整个股民就对了 这样这样的情况之下是 OK 我们在这里 我们再按technical chart 然后 我要改一下东西 就等他streaming 那个data先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按去 这个candestate 然后这是dele chart了 可以看得到是dele chart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在expand 他按资里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看到很清楚东西 还有一样东西很好的 就是在这里chart property 你看到这里 青色的是 青色是羊蜡烛 那么我要配合 如果和我chartnesses一样的话 我就要放这个 然后这个pricelizer 我要拿掉它 那么它就不会 不会 还拥有这些东西了 还有这些 这个是 他是有讲什么 trade outside 到bearish bearish reversal ok so 他这里也有跟你讲 bearish engulfing bearish 然后 有那些东西 dividend 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bonus issue share split 正在来就是bonus 这个是 ok 然后这个也是dividend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ok 这个我按掉哈 我的颜色已经是改了 你可以看到比较啊不错一点 然后这里candestate那边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ok 按 在这里 ok hollow candlestick那边 就可以看到是那些外卫玩的 那么我不要的话 我要放这个也是 ok 或者是我要看另外一个 我们通常是看candle ok 在candle就是最正常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ok 你看他的这个大跌的时候 就是你这样大跌是三个银蜡蜡大跌 那突然间来一个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 它是在这里开市 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 那个叫做 bullish engulfing 因为这个羊族 大大的吞蜜 吞蜜 吞蜜他的那个银竹 就是那银竹在羊竹里面呢 我们就叫做 bullish engulfing 还好这个是在下跌趋势 我们发现到这个 那么啊 8月的时候 不是8月8月 8月是8月 8月是劳动劳动节 就是5月2号的 5月3号的时候 他来一个确定 嗯 他么他就可以上升满 上升 上升 维持上升趋势 我倒是希望他再上升 然后再调整 最好是升到214 215呢 那么215的话 我就可以赚大概 30%没有记错 3040% 因为我在买了他的一个 解构平单 在那边就是 看一下这样情况 还好还没有上升到 二多时候 不然我真的是没有机会买了 不过也是买错另外一个 应该买另外一个平单 如果买另外一个平单的时候 那么 就比较有多机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 最好就是在这 investing.com那边是 比chars好的话 就是因为 chars只有 daily weekly money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到五分钟图吗 我那时发现到很好 很有趣的就是 如果放一个小时的图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呢 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他出现了一个 Dragonfly ok 这个我们就叫做蜻蜓 十字星 也可以称之为 再向下跌趋势 进到这个我们是很高兴的 那么在现在上升的话 我这里一个confirm 在这里confirm的时候 基本上是 我们看他是 啊 29 这里 而不好意思 7点半了 这里应该是有点 啊 问题了 他没有 Display 东西 ok 这里是 这个 他应该是跟着他的国际时间 这边我要改掉哈 我要换去 不要 印度啊 ok 放去马来西亚 那么在这里再看一下的时候 再来试错试过没有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他的走势来的 那么这里我直接来这边看 然后按一个小时 ok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在 10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间就对了 ok在10点的时候就是 呃 9点 10点到11点的这个小一个小时里面 就是 他就开始拉高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的量是开始来了 然后这里就来多一个 这个量比较多 嗯 然后他就一直 这里就开始调整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他的量又大过一点 所以这里这样综合来看的话 我们就是看这个时间 这个小时图 或者是 啊 30分钟的 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没有一个小时的 反正可以看到这个就啊 比较复杂 在这边我们就看不到什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刚才这个一个小时的图 是蛮不错的 在这样的情况 如果发现到就是 在这里转换的时候 OK 我们就看到哇 这个是机会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 啊 做一个短期的那个操作 然后我们可以立刻 筛选他的那个平等 然后看一下他的哪个波动比较高 通常这个平等方面 我们是很简单 是看他的转换价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不好意思 第一个是看他的过其乐 他过其乐啊 有没有超过一个月 至少到一个月 会因为他的时间值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因素 就是看他的转换价 exercise price 当然这个exercise price 越比越好 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个就是我们看了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转换比例 conversion ratio 二者是exercise ratio 之类的 在这里是他是一对一是最简单的 如果是二对一啊 就是两个 啊 call warren 或者swap show warren 换一个母啊 一个母股啊 OK 这样的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 这个swap show warren 方面 他通常是很少 会看到二对一的 二对一那边的波动会比较快快 就是母股上升两个 这个两个bit呢 就是上升两 如果是一块钱以下 上升两个bit就是两分 上升两分的话 那么他就上升大概一个bit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蛮多事 蛮适合 在下面 当然也要看他的那个平单发行商 公不公平 而且这些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好 那么我就讲完了这个东西 他的那个 技术图方面 然后加了下来就很好了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理解层次 在这边很多人会讲 为什么要教人家去上课啊 他们都有本事去啊 在市场赚钱 为什么还有很简单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什么叫做理解 或者是学习层次 当你会教人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层次会越来越高 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边要分成的话是 先不要看华语的先 因为华语的会啊 只是八个字 以八个字那边 要讲解也是蛮时间一下 在这边 ok 我已经是讲解啊 这个 ok 关了 那么在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是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 knowledge complete hand com com application analyzing synthesis 这些东西也是那个学习的层次来的 ok 还有一些东西 remember understanding applicing analyzing creating 这个是最最最最高的 不过在华语那边 他会分成八个比较仔细一点的 那这个creating就是 我代表你完全明白了 你可以创造你自己 就是变 ok 还有另外一边你可以 level learning what i do 就是skill what i know lonege 这个是improvement 然后how i do it behavior how i value attitude 这个就是change 然后development 就是比较高一点的 what i see perception what i believe paradigm 这个是development 这个是啊 进化那边的 这你可以看一下是 这里还是六个 在外国很喜欢放666 或者那些777之类的 ok 在华语那边呢 我们剩下来讲是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分八个层次 也是懂之明事 讲用物便 ok 懂方面呢 这个是 通常我们最多是到这两个 或者是 最多是到这四个层次 另外这四个层次 需要你来做讲师 你才知道的 便方面是最高的 就是你一看到人家是讲着这个道理 然后你可以用它转变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当然我是 呃不期待多 学生可以到用 这已经是很好了 懂那边 就是理解它的重要性 ok 知道 ok 知道跟懂那边分别 看好像不大 事实上蛮大一下 知道了就是你已经 进了 明白那边进到更深层次的 识别 就是这里已经会分别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 在 呃 我们要鞭别一个 老师的那个层次到哪里的时候是 通常你没有到这个程度 就是第四个层次的话是 你是 看不到哪个 那个老师是 有没有料的 很很幸运的 我很多层次我已经到这个 有时 有一些东西我一看我就知道怎样用了 ok 这个 你跟我讲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两个 他 啊 需要你 静坐 你 你练习静坐才可以 啊 学会的 ok 不然的话 嗯 很难悟到 ok 讲方面就好像我正在讲着 但是 会不会用方面就不同了 在我不只会讲我还用 那么我还可以跟你聊啊 理解怎样转变那边 你看下我x上那边 我会看哎 我怎样喝就是 很多那边外外面的人很喜欢跟你讲的 就是要啊 进啊就是 optimize 什么optimize optimize的层次就是代表这个 物 也就是你用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是 你一直用用用 会是不间断的用的时候是 哦 你领悟到啊 要怎样更精益求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好像那些 技术图啊 基本分析啊 你变得很简单 在这四个层次的时候 ok 你是 由解入凡 ok 也就是由简单东西 一直不断的学习变得复杂 然后在这另外四段的层次的时候 这四个阶段的那个理解的层次 是不是 你就是 由凡 入解 也就是 看三 还是三 开始说是 开始时候我们开始这个 懂之的时候是 懂之是看三 看三是三 然后 在这个层次的时候 看三不是三 ok 在这里的城市的时候 看三还是三 这个就是它的意思 在这里 我 很庆幸的就是有认识的 相关的人 所以我才有记载这个东西下来 然后 每一个字都去Google一下了解它的那个 争议 所以讲华语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如果是个换去英文的话 我也是需要找 对 它的词义很接近 没有一个 改那种变动 用词 不均 精 叫做精准 我们叫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 当你 只是 一直在那边 用用用用用的时候 是 ok 你还没有教人的话 如果只是静 静坐 和教人的话 你很难达到最后这个层次 因为 最后这个层次的时候是 就是你去教人的时候 这三个层次你是一定跑不掉 一定要进入这个层次 你才可以简单化的教人 不过很可悲的就是很多外面的教师 他们会 拿那些理论来跟你讲 会跟你讲怎样去转变 当然我的东西 我都是在那边 你可以看一下转来转去 当你来我整个课程的时候 你就知道 看得到我怎样转变来转去 都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我帮你转 这里 转那边 招数 太复杂 就很简单 够用就好 好 讲了这么多之后 那我希望你会了解 这个所谓的理解层次 也就是 不管你看书做什么都好 有这个八个层次 看你要进入哪一个 通常很多人只是到这里 就已经满足了 他们没有那个欲望 要突破更高的层次 就是变成自己的东西 这个是最厉害的层次 就好像 那个加量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样知道 是庄家出货 或者是庄家累积票 或者是庄家转手 这些很多东西的 也有一些是 往下丢 然后 最简单的 一样东西 我们就是要计算 那个庄家的成本价 这样一边计算到 那然后 要知道公司那边 了解那公司方面 所以 在股票那边 最好还是学会两个知识 就是 基本分析 和技术分析 当然如果有类目 会更加好 类目再用这两个分析来的话 那么你的胜算就更加高 类目消息不是那种 我听谁谁谁谁讲啊 那个股包生的 为什么包生 没有那个原因 这种就死定了 还有那些人放那些图跟你讲 这个 ok 然后没有跟你讲 讲解什么东西 这个不是 他们最多知道 明 这个字 他们 不会跟你讲解 这个讲字 ok 讲那边就没有这样厉害 或许他们知道这个 当我一看的时候 有一些我就已经进了 然后我很清楚了解 为什么股市会大跌 然后我看到他们 定的差不多时候我才进场 不过有一些也是预测做购物 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到底 然后 不过还好 也是 啊 已经是开始要赚回那个 啊 钱了 就等下他大意的时候 看一下怎样情况下 我通常就是没有持股 超过一个星期的 赚亏我都是卖掉 因为这些是投机 或者是短期操作 那么在这里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 了解更多的话 那么你可以来我的华语的讲座 这个是他的那个 啊 年纪 ok 真是他简单了 这个是零 而不是这个是欧小欧 这个是大Q 这是啊 他的case sensitive 当然你也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他的那个link 这是华语来的 华语和一样的这里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英文的讲座 比如说你啊 要看但是你你你你会听 但是你不会啊 看那个华语字 那么你也可以来的英文课程 这个我实际上会是在啊 5月8号的时候举行 ok也就是下个星期 今天是5月1号 然后请啊 公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ok 然后这个是5月22号 ok 在这里刚好我安排那个行程是满 拍一下 今天这个星这个月我有 呃 两个课程要上 ok 分别都是 十三十四十五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四天 ok 四天两个课程 然后在5月尾的时候 那个5月29的时候 那个我要看一下怎样先 有一些人约我我就不好意思 因为我真的 呃 很忙一下 然后再加上最近 那个年报那边也是出到满厉害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边 那个也是我看到眼睛都满美一下 因为 啊 十五页 十五页 那边他只能放三十 也就是他 我还要 我大概要在短时间里面看完四百五十 大概四百五十间公司的年报那边 看看哪一些可以操作短期跟中期的 不过在上一个video我已经是拿出一个例子那边跟你看一下跟你讲解怎样是看他的那些东西 通常我是看很简单的 在meshment那边就是那个 这个champion statement 或者是 小sitment那边是他们会有讲解这东西的 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看到 然后大家衡量一下那个 啊 激爆之类的 这东西都是 啊 需要花很多时间 像我说这个数据的用处啊 是来比较那些蛮多东西的 对政府方面的 啊 就是对股市方面的 对这汽油方面的 刚开始十二 十二的 以前蛮好快二 现在很难看到快二 不过就是 啊 二千年十月 更久的他 啊 他们没有放到很多 不过蛮怀念一下哦 以前 九七九七十块二一点 第一次啊 这是哪 才贴毛一点 ok 现在起到蛮够的一下 然后再看这边 这个是还有这个 我们应该是用这个美金错 然后这个美金对比啊 马币 一美金对比多少马币 这边也是有看 然后这个也是对比 然后还没有放完那个整个东西 这个是数据仓 然后我会建成这样的这个图表来看一下 ok 五年的 或者十年的 这个图来讲的话 应该是放不到十年 十年的话 应该放到很长 在这边 你看看是2010年到2016 也就是 大概 有六年了 ok 这边有六年多 这边六年多 我就用到这么多 除非我的那个Screen是 WideScreen更长一点的 也就是我要用到28寸 左右的那个WideScreen 那么我就可以看得到比较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ok我就可以讲解蛮多 就可以检讨东西 有时也是需要很好的monitor来看这些东西 来研究看到比较完整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里还有很多东西要加进去 这个只是初步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最简单的 然后我会拿一些数据出来配合 那些靠石油啊 是不是那些进口石油 或者是出口石油的公司 ok 这边研究 这些 基本面方面 蛮多东西要学习的 你可以看到很累一下的 好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么多一次 同样的 如果你真的对我 想有兴趣 那我了解更多的话 这里 麻烦你来我的讲座 这是入门可爱的 然后入门可爱如果你满意的话 你来 来签我的那个整个课程 因为那个整个课程也是不便宜一下 不过还比其其他人蛮蛮值得 因为你看下我跟你讲的东西 还有 如果可以的话 你看到这个video ok 你要拿到第一次 第一首消息的话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subscribe我的这个YouTube 那么我在上传这个YouTube 上传这个video进去YouTube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第一首知道我 有没有更新 有时我没有放在我面子书那边 那么你就直接在你的那 那你的email那边 你可以看得到我没有更新的 ok 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观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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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